VT的话你是相对来说有点挑战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它这个企业 它还是在一个相对早期的时候 你能够投进去 这需要的话呢 需要经验 需要一些技巧 需要你对将来的一个趋势的认可 就是这种选择 对将来流行的 对趋势的这么一种 你的 说的好听叫洞察 说的如果不好听的话 就说的一般的讲法 你就要知道将来的一个趋势什么样 所以对我们这行来讲的话 就是趋势加上常识 再加上决断力 这个三样东西构成了一个风险投资的一个基点 因为决断力 为什么讲决断力的话呢 因为很多事情交送也能搞得很清楚 咨询公司也好能搞得很清楚 但是他们不是专门来做决定的 但是你投资人你是做决定的 就这个时候 你一千万美金是不是放 而且是你在什么时候 能够快速的把这放下去 做这么一个决断力 这也不 这不是教授的事 也不是咨询公司的事 这是投资人的事 所以对这个有某一个事 教授也能够把它看清楚 咨询公司的人可能也能够把它看清楚 但是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决断 所以为什么就是趋势 加上那个叫常识 还要再加上一个决断力 这点是投资人所必须要有的 这个时候就说它也有几种关系 一种是如期四交的关系 一种是酒肉的关系 一种是菌子之交淡入水的关系 还有一种吵架的关系 这四种都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 就是关键就是说 哪一个创业者 可能你会通过哪一种方式 来大家形成一种 像正向的方向来滚的一个 方向的一个做法 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 它完全是基于你和这个创业者 它本身的一个特质 它所来进行的一种交互 为什么这样来讲 这世界是一个结构化的 就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东西 就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宇宙认识到的东西 只有这个宇宙4%的东西 我跟你之间的交流 是不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感觉到 我看到你 你看到我 我听到你的声音 和你听到我的声音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种交流 但这个交流的话 可能不基于电磁波的 电磁波解析不出来 我们的这个影像资料 它解析不出来 但我们之间会得有一个共鸣的 但这个共鸣倒是有什么产生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感觉出来 那么我们肯定 我们有暗物质的交流 我们也有暗能量的一个交流 就是你跟创业者之间 你所看到的 比如说张苏阳跟梁建章 张苏阳跟梁建章之间 你谈话交流的方式 和张苏阳和江南村之间的交流方式 张苏阳和郑鸿一之间的 那个讲话交流的方式 这每一个一定都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关系 是哪一个关系可能会更好 就是说 你应该根据一个特定的人 来保持一个特定的 那么一种方式的关系 可能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话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先进的TMT 和先进的医疗 先进的TMT的话 因为讲TMT的话 这是一个特定的时候来讲 叫先进TMT 但为什么要把这个提出来的话 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 你现在叫互联网 因为原来都叫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创新 但是现在的话呢 大家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创新 是感觉到是上一代公司 如果说 谁说我现在是个互联网公司 大家感觉到 你就是个互联网公司 就是个传统公司 那么所谓的 那现在的你要适当把它为了区别一下的话呢 就是现在 它实际上也是基于互联网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项目里面 假定没有用人工智能 或者以大数据的这么一种方式 来支持这个产业 支持这个业务本身的一个 新的一种创新 的话 那么就不在我们投资范围以内 就我们投资的范围 就是在TMT里面 它一定要用到现在的 那些比较 就是最近流行的 就是你第一个 你要可能里头用AI的技术 或者你是基于 更大量的一个数据 所产生的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 一个转变点 就是所有的你的业务的创新 你将来必定要在这个AI和 一个数据的一个重新的 一个整合过程当中 就是这又是新的一波 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media的话原来在我们这里面是有的 但是由于media本身 目前比较敏感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就不去特别来强调 我们是投media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虽然我们投了一些media的东西 而且我们投的media的东西 已经有七八千万利润了 已经 我们投的media的东西的大部分 都是有盈利的 但是media 目前的状况是比较敏感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原来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投TMT 当年基本上是所谓的投通讯啊 当年还没有互联网 那个你要投资的时候 通讯企业 IT的系统集成企业 对吧 还有一点和它相关的一些media 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TMT的本身 它也是一直是 内涵一直是在变化的 它也是与时俱进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就是讲 现在是医疗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医疗2000年来的情况 就是在到前五年为止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寻证 我们说寻证的医疗 所以我们对医疗的诊断 是跟其他诊断是不一样的 其他你说我得出一个结论 工程的东西 那就是得出结论啊 这为什么医疗它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临床证端呢 一定是个临床的 临床的就是说 你是要通过 你的一些检验和你的症状 以及包括2000年来 人在医疗方面的经验的积累 他所判定的东西 临床证端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概率的 但是 我们的基因的一些检测技术的一个出现 把有些东西呢 某些方面现在已经开始退掉了 你比如说 最简单的 我病理切片 我当时需要有非常有经验的人来看这个病理的切片 他可能是哪一种分型的 这种分型 会对这个病人的预后会的产生有什么结果 他可能用什么药物进行治疗 但现在的话 我只要做一个基因测序 你本身这个组织的所有东西 清清楚楚的全部出来了 比你要看病理切片的那个信息的容量 不知道要大了多少 而且基本上他一次定论了 你复杂的那个病理的东西 你可能这个病理医生看的 可能跟那个病理医生看的 不一定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对测序来讲 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测序的东西 它是一个唯一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很多的一些 原来通过寻证医学产生的一个过程的东西 将来会逐步逐步的替代掉 基因组学 蛋白组学 肯定是我们的范围 另外所有的AI的 在那个医疗方面 假定的能够的应用 比如说机器人系统 高级的那个治疗系统和检测系统 都是属于这个范围以内 你比如说你可能你感觉到好像测序仪 包括像数字PCR 好像是一台什么设备 但实际上里面大部分是一个软件的活 里面有大量的自动计算的东西 这些都属于是在现在的这个平台上 都是符合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在这里面可能它又符合了 由于基因技术带来的医学的发展 又里面是有人工智能的东西 又有大数据的东西 因为一个人的那个基因的东西 它产生的东西 都是以多少几十个计来计算的 当然我们将来所有人都会有那个 做那个基因的判断的检查 我估计五年以后 我们在实验室里一半的东西 都会被用以基因测序 为代表的一些设备所替代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是会在一个无数的一个数据的情况下 来进行工作 事实上在这里面 对创业者来讲 刚才讲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都是它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就对我来讲的话 因为早期投资团队是比较重要的 你团队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到人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人的话 你首先他在道德上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 这个干净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在商业道德上 他是有底线的人 你比如说 因为有时候你会做净调 用我经常跟别人讲的话 在小学里面 两个人做一张桌子 当年的香水橡皮 各种各样小熊小狗做得挺漂亮的 小学时候的时候 他拿了旁边一个同学的那个就就香水的那个香蹄的话 这是不算的 如果你在中学里面依然有这么一种习惯的话 我不会干了这个事 我不会干的 就是商业道德的话 这是一个人品的一个道德 那么商业 我们现在又涉及到 就前面是说一个 你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情况 那么后面一个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是不是能够尽力来做到 你所承诺的这个事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道德